这个图的话其实是一个做 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 其实电流会对生理产生一些影响 所以如果今天接收到不同漏电的程度 电流程度的时候 它可能会产生不一样的生理效应 包含了像刺激或者是加热或烧灼这样的现象 那阳气上面到底是多少的电流 会造成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呢 就可能需要一些实验来证实 那请注意一下这个实验其实是蛮危险的 因为它真的就是把人去通电这样子 那这张表的话也不完全是这个实验做出来的 只有在比较安全的范围 尤其还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呢 是用实验的方式来呈现 那危险的部分其实也都不能做的 因为这应该不会是人体实验可以被允许的 那它做法呢 其实就是让两手之间通电 它通的是一个交流电 OK然后电流的大小是可以被控制的 时间大概是在1到3秒左右 OK那它在做的时候呢 它就找了我们就找了很多的收视者 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实验 看在不同电流底下 你的反应会是怎么样子的 所以各位看一下这个横轴是我们的电流 那最左边的话是小的电流时候大概1mA开始 然后一直到很大的电流很强的电流100mA 那这边使用的是一个指数的一个坐标 OK那我们发现呢其实在电流呢可能是在最小大概几个mA的时候呢 开始我们的人体会有感觉 如果在更小的时候其实连感觉都没有 所以这个实验很简单 反正我就从很小很小的电流开始充电 看哪个时候开始你会有感觉 那我们发现大概是在几个mA的时候 各位可以看到这边它其实是用一个範围来呈现 而不是一个单一的threshold 因为很简单因为每一个人对电流的敏感程度是不一样的 OK 电流越敏感的人他可能在电流越小的时候就会感觉到 所以这个地方写的是threshold perception 就是感觉到的一个的这个临界值是多少 然后再来呢我们发现电流越来越强的时候 大概是几十个mA的时候呢 我们会把它叫做necocurrent 什么是necocurrent呢 我们来看一下 necocurrent的定义就是说呢 它可能大到会让你产生反射作用的那个电流 我们就把它叫做necocurrent OK 所以你没有办法继续hold住 继续握住那一个电源 你可能会不自主地把它放掉 这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反射作用 反射作用的目的在做什么呢 是在帮我们保护自己的身体 避免它遭受到更严重的伤害 所以它会产生一个就是自动的一个动作 还没有进到那个大脑的中枢神经的时候呢 它一个人就做出相对应的活动了 所以它是会产生反射动作的最小电流 或者是你可以换一个方式来讲 受视者能够自主运动的最大电流 我们就把它叫做necocurrent 反正就是在那个灵界值上面 OK 那一样的我们也会就是慢慢的加大 看看这个necocurrent什么时候会产生 那通常来讲呢 这个产生necocurrent的时候 对我们身体的意义就是说 它可能在神经里面已经产生一些刺激了 然后肌肉也可能产生一些刺激 因为应该都已经刺激到了痛绝神经了这样子 那但是呢 这个东西对于人体通常来讲 不会造成乳酒性的伤害 甚至连就是就是短暂的不适感而已 通常来讲它比较大的伤害是在于说 因为这一个反射动作产生的时候 它可能会迫使你中断你当时的姿势 或者是你在做的运动 因此呢 你可能会造成一些二度的伤害这样子 OK 换句话说 比如说你今天在电梯上出电 你可能会摔下来 但是不是出电让你受伤 是摔下来让你受伤这样子 所以其实这个已经开始到了 有可能会发生意外的一个临界值 OK 那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 不管是lecocurrent也好 或者是perception 就是spectral perception 感觉临界值也好 它其实都是一个范围 因为我们刚刚说过 每一个人有不一样的现象 这个图呢 其实就是表现了 表示了这样子的一个分布 统系分布 各位可以看一下 在这个图里面 横轴是我们的电流 空电的电流大小 OK 所以最左边是比较小的电流 最左边是比较大的电流 单位是mini-amper 这种轴来说的话呢 是percent time 百分等级也就是说 到底有百分之多少的人 在这样子的一个电流下 感受到了电流的存在 或者是产生了不自主的运动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嘛 它的实验 其实基本上多一个数据点 多一个人的实验的话 它就会多一个数据点 这样子 那这一点呢 最左下角 最靠远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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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点代表的就是 呃 那一个第一个 最敏感的那一个人 他所接触到的 所感受到的电源 电流在多大的时候 他就接收到了 OK 大约在0.5个mini-amper OK 那在这边的话呢 各位可以看到 它大概分成三组数据 因为它用三个直线 来做一个逼近 前面左边这两组呢 其实是那个 诶 sorry 左边这一组呢 是那个 Threshold Obsessor 就是说 你能够感觉到 电流的存在的 那个灵界值是多少 右边这两组呢 都是这个客人的数据 只是他有分男女 他把性别分开来 这边是女性 这边是男性 OK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最左边这一个curve 我们刚刚说 最左下角 也就是最左侧的这一点呢 它代表的就是 那一个最敏感的 那一个人 他在0.5的时候呢 就感受到了 那最上面这一点呢 就是所有最不敏感的人 至少他也在两个 mini ampere的时候 他也会感受到 总之大概 roughly在1.1mA左右 你大概都可以感受到 这个存在了 那另外一点的话 我们可以把 50%的地方画一条横线 我们可以发现 roughly大概是 有一半的人 50%嘛 对不对 一半的人 一半人在1.09mini ampere的时候 会感受到 电流的存在 所以这告诉你 大概range 在这个范围之内分布 这也是为什么 都会在 电子电路实验里面 你可以发现 所有的 你们在接的电路 它其实都印到的电流 大概都是mini ampere 不会比mini ampere更高 对 因为如果比它更高的话 你可能会产生 速电的现象 万一没接好的时候 OK 至少mini ampere 你可能会有速电的感觉 但是对你来讲 不会造成伤害 甚至对有些 比较不敏感的人来讲 他可能还能感觉到 OK 好 再来 LEGO柯仁的部分 我们刚刚说 在右边这两条 那 这一个斜率来讲 比较斜一点 比较平缓一点点 代表就是他 每一个人所感受到 这个LEGO柯仁的 它的大小可能不一 范围分布的比较广一点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 我们还发现了 男女有别 对于女性的受视者来讲 大概有50%的人 在10.5mini ampere的地方 就产生这一个 反射动作了 但是对于男性来讲 这个数字是16mini ampere 所以 其实以生理的观点来说 男生是真的 对于电流的刺激 比较没有那么敏感 所以有时候不是女生 比较敏感 或女生比较怕痛 是因为男生的痛 觉得神经本来 就比较没有那么敏感 OK 这是另外一个解释的方式 那当然 不是所有的男生 都比女生还敏感 其实你可以看到 他们两个分布的range 其实是有overlap 他们是有重叠的部分 所以这只是一个大致上的分类 而不是绝对值 OK 这个给各位参考一下下 那通常来讲呢 这个 呃 产生这个perception的时候呢 可能 你有触电的感觉的时候 最微弱的时候 它其实还不会让你觉得痛 一般来讲 你会觉得有一点点痒 到够current的时候 你才会觉得痛 这样子 那这两种可能都会带给你一些 呃 热的感觉 只是程度不一就是 好 那我们刚刚那个图 只有讲到左下角这两个 所以上面都还没有讲 因为上面其实是开始 有一些危险 会采生的 所以 其实不能够再使用这样子的实验 来做 呃 侦测 因为这很明显的 会有一点违背 人体实验的原则 人体实验的原则就是 你今天做这个时间 不能够 让它带来的损害 可能的损害大于可能的益处 如果你很明显的知道 它一定会有明显的损害的时候 其实这一种实验是不能做的 那 人体的实验原则 它其实在这几年来 呃 越来越受到重视 所以 这个实验是不可能在这边做到的 那 所以我们通常来讲 是用外推的方式 来去看 到底会多大 再更大的电流 会造成怎么样的伤害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部分 我们发现 大概如果电流 大概在20mA上面 它可能就会产生一些 严重的现象 危害到你的身体健康 包含了呼吸的麻痹 我们知道我们的 我们的肺部本身是没有肌肉的 你的 你能够呼吸是靠 胸腔的变化 胸腔体系的变化 那胸腔体系的变化 其实是靠你的这些 肋骨骨隔膜 和胸腔的肌肉 来去产生它的 呃 体系的改变 OK 那所以如果今天 这些肌肉 因为 或是隔膜 因为 呃 这个 电流的关系 而没有办法 自由的去做 收缩的动作的时候 它可能就会产生 呼吸的麻痹 所以这个其实是已经开始有点危险了 因为 如果你没有马上 呃 呃 从这个 呃 触电的这个状况结束的话 你可能会产生一些窒息的现象 好 那此外呢 这个时候 因为它的刺激液比较强烈的时候 会有很多的肌肉 产生收缩的现象 好 一般来讲这种收缩可能会造成疼痛 好 比较长久性的疼痛 不是只有在被刺激造的时候疼痛而已 是你今天一轮已经结束了 触电了 你还是可能疼痛的感觉还会持续 然后你可能会产生一些批谣的现象 这样子 ok 所以这个其实已经开始比较严重一点 那在更多一点点的时候呢 如果今天的sthreshold 今天的这个电流 通过电流大概到了接近 贴近100个mA 或更多的时候呢 它可能就会诱发 心事肌肉的收缩 那心事肌肉的不正常收缩 其实就是我们之前讲的心事正在 ok fibrillation 那fibrillation的话呢 它其实就是在你不应该收缩的时候收缩嘛 对不对 所以血液都还没有流进来 你收缩自然没有办法提供有效的输出 没有有效的输出 那代表的是今天你收缩以后 你还是拿不到那些新鲜的氧气 所以你的身体会希望你再继续收缩 因为它才能够拿到氧气 所以它开始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 这样子 所以这个对于身体的生命来讲 就是会有很严重的一个伤害 你用了一个危险这样子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这个时候 呃 因为心事正在的关系呢 它可能会让你的心跳非常非常的快 快到什么程度呢 每分钟可能可以达到300下 一般人的心跳大概是每分钟60下到80下 然后你在运动的时候 可能这个速度会到120下 或是180下 ok 但通常来讲都是在200下以下 但是如果产生心事震战的话 这个速度可能会到300下 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个状况 那怎么样解除呢 通常16度是去站电击器 我们之前有稍微提过 那以现在来讲的话 很多工作专门都有设计那个AED了 所以各位如果有机会的话 应该可以去学一下这个东西要怎么用 不怕万一 不怕以外子 只怕万一 如果今天真的旁边有人 有这样子的风险的时候 或许你还可以协助他一下 ok 顺便一提 我们在那个第二次作业的时候 我们不是有问到 那个提子计嘛 对不对 那一体里面 如果各位还有印象的话 我请各位稍微 说明一下他的工作原理 然后告诉一下 各位他的这个工作的电压或电流 大概是在多少 ok 还记得嘛 那通常来讲 他使用是一个交流的电源 那频率都还算蛮高的 几十kHz 那有人会在那个工作电流的部分 绝大部分人写的都是对 但是有些人会写到 到几十个mA到几百个mA 那我想应该是数据上 有很明显的收入 因为 你从这个实验里就知道 如果这边真的通了 是几百个mA的电的话 你其实 不但没有办法量出你的体脂 可能还会让你要送急诊室 所以这是很危险的 这个顺便提醒一下 所以电流如果到了几百个mA 甚至到几个A 那其实都是非常非常高电流的Source 在操作上面 可能都要注意 如果各位 未来的 在电路实验或电子实验 研究所的时候 有机会碰到这样子的电流 要真的很小心 好 那如果再更大呢 到几个mA这样子的等级的时候呢 OK 它可能会让你的心肌产生持续的收缩 它连疏伤都不会就是揪在那个地方 OK 所以是完全没有产生心输出的一个状况 OK 那如果你马上去除的话 还OK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 其实后果会蛮严重的 那通常来讲在这个状况之下 电流再大的时候呢 也会伴随着消脱伤 我们刚刚有提过了 那消脱伤的部分 通常会发生在皮肤的接触点上面 因为这个地方的等效电阻最高 所以 累积的功率也是最高的 转换人热能的累积功率最高 所以会有烧伤的一个现象 OK 那这个皮肤上面看起来是烧焦 那如果是产生在体内呢 过大的这一个热能 也其实会产生组织的破坏 比如说你的神经可能会整个fail掉 OK 或者是肌肉会有玻璃的现象之类的 所以这个程度上面都是蛮严重的 所以要小心 那我们刚刚讲到的都是 那个电流的大小 对于人体可能会造成的伤害 那趋势上面来讲 就是电流越大大 造成的伤害会越严重 那此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因素 会影响到这个生理的现象 生理的效应呢 OK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稍来看一下 比如说频率会不会影响 我们在刚刚的实验里面 因为一开始的那个 Perception或者是Leko Current的实验里面 我们使用的是60Hz的交流电 这是我们最常接触到这个电源 OK 那如果今天是不同的频率呢 比如说只有几Hz 或者只有几百Hz 或者几百Hz 或者几kHz呢 可以看一下也有人去做这个实验 刚刚那个实验的延伸 可以看到这个图 在这个图里面 都可以看到横轴是我们的 那个Frequency 也就是电流的那个频率 纵轴的话呢 是你侦测出来的Leko Current的抢路是多少 那所以这个地方呢 里面有看到很多条曲线 每条曲线代表的是 各种不同的Percentile OK 那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先把50的这一个Percentile 拿出来来看好了 这个意思是 在不同的频率底下 有一半的人 在相对应的这个Leko Current是多少 Sorry 刚刚讲的一点乱 它大概讲的是说 在不同的频率底下 所产生的Leko Current OK 那这个Leko Current的base 是在一半的人都会产生Leko Current Leko Current的这个大小的话 或是多少 这样子 所以这个线越低的意思代表 越容易产生Leko Current OK 因为电流越高 发生Leko Current的机会一定是越大 对 数字一定是从小变成大的 所以这条线的越低的意思代表 是它越容易产生Leko Current 越高的意思代表 越少的人 在一样的电流底下 会产生Leko Current OK 知道这个概念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 它其实有点像是一个 U型的这样子的分布 它告诉你是什么呢 是在这个图的平坦区 U型的底端这个地方 是我们对于电流比较敏感的区域 最左边和最右边 反而是那些比较不敏感的区域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Roughly大概从10Hz到200Hz好了 或者是500Hz 这一段区域 其实大概算是我们的平坦区 也就是这一段的电流 其实我们其实是比较敏感的 那如果比较低频 比如说5Hz以下 或者1000Hz以上 1kHz以上的时候 这个部分我们反而 变得比较没有那么敏感 OK 要有更强的电流 才会让你产生反射动作 OK 所以换句话说 它的确会受到频率的影响 起码Leko Current 可能会受到频率的影响 那 以10Hz到几百Hz 或是上千Hz 这个部分 是比较敏感度比较高的区域 也就是我们比较危险的区域 那这一段区域 其实刚好跟我们 肌肉可以收缩的频率 大概是对应在一起的 换句话说 跟你肌肉的工作频率 是对应在一起的时候 你可能容易造成 这个反射现象的一个产生 OK 所以这个部分 是各位可以注意一下的 那其他的话包含 就是今天 电流经过的时间 其实也会影响到 我们那个 生理效应的严重程度 比如说 以刚刚说的 心事震战来说的话 OK 心事震战来说的话 它通常来讲 你的触电的这个时间 如果刚好跟 激波的这一个时间 overlap的时候 特别容易会产生 那个 Recticulate Fibulation T4代表是什么 心事的书章 对不对 心事的书章 就代表 它已经挤压完了 血液已经出去了 所以它现在要书章 让新的血液 从进房流到心事 可是如果现在 刚好它接收到了刺激 很强的刺激 产生了另外一次 无效的收缩 可能就会 诱发心事震战 对不对 换句话说 在这个时间点 在T4的时候 你接触到 这个刺激 比在其他的时间点 还接触到这个刺激 更有可能会产生 心事震战 因为 那个时候 你没什么协议 协议才刚刚要流进来而已 OK 那如果今天 你刺激的时间越短的话 这一个会产生 心事震战的 临界值就会越高 你就要越强的电流 才会诱发这个东西 换句话说 你今天接触到电流 时间越长的话 那你的水手可能会降低 比较低的电流 就会诱发了这个心事震战 这也蛮合理的嘛 你接触到时间越长的话 你是越容易 跟我们刚刚说的这个T5 也就是心事震战的这个期间 overlap 所以它产生 mangicular population的机会 就会越高 反之就越低嘛 大概是这样子 那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呢 比如说 真的有人做过类似的实验 到底跟体重有没有关系 OK 体重越重的人是不是越不怕电 那当然我们 这个实验其实 你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实验有一点点残忍 因为你可以看一下你的重轴是什么 它是minimum fibrillation current 能够产生心事震战的最小电流是多少 横轴是什么呢 是body weight 体重 OK 所以你知道我残忍的 我为什么要讲残忍吧 因为它真的去把它电 电到看看你什么时候会产生心事震战 那想当然了 这个实验不太可能在人体上面做 它不是在人上面做 它是在狗上面做 OK 也认为even so 还是很残忍 对 这个实验如果放到今天来说的话 21世纪来讲的话 应该没有办法过 动物实验的这个powers才对 不过总是当时有人做了 OK 它选了几十只狗来做这个实验 然后去电电 把狗拿来电电看 这样子 然后它得到的数据是这样子 隐隐约约有一个趋势告诉你 好像体重越重的狗 它的这个stretch hold可以越高 越耐电的意思 OK 但是呢 它的correlation不是超级强 也就是它的线性程度不像刚刚那样子 全部好像都落在斜直线上面 它比较分散一点点 所以我们只能说似乎有这个趋势 但是不是非常的明显 这样子 OK 这个实验是在1973年做的 所以已经蛮久了 40几年前 好 还有什么东西会影响到身体效应呢 接下来讲这个影响就比较大了 这些我们刚刚有提到 你今天触电的时候是怎么样触电的 其实影响很大 你的触电点都在皮肤上面 还是说有一个点是在身体里面的 这会影响很多 因为我们说皮肤的等效阻抗 其实是全身里面最大 所以我们可以依照这个触电的接触点呢 来对于触电的现象分类 一个叫macro shot 一个叫micro shot 那macro跟micro是什么分呢 我们来看一下 左胀图代表就是macro shot 它代表就是两个触电点都是在体表的时候 通常比较常会发生在你的四肢 不只手四肢这样子 那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呢 因为电流通过了皮肤之后 它会整个经过你的身体 包含肌肉组织 包含结底组织 整个会通到你的另外一支 肢体上面的节点上面 那真正会通过心脏部分 是比较小一点点的 所以你的漏电的电流 通常来讲 这个shortle要稍微高一点点的时候 才可能会诱发心事胜战 反之如果今天另外一个接触点 是在体内 尤其是今天可能是在做一个 心导管的检查 或者是手术的时候 发生了速电现象 那这个时候就很严重了 因为我们知道电流永远会找 电阻最小的地方流过去 那你今天在catheter 就是我们的心导管这个部分的话呢 通常来讲 catheter可能是从手背的这个 动脉进去 或者是从那个下肢的动脉进去 那不管怎么样子 它都免除了皮肤那一层的阻抗 所以它的等效阻抗其实会少很多 因此呢 今天的接触点的方式不同 其实我们定下来的硅硬 会不太一样 像比如说最右边这个 microshock的这个状况底下呢 我们安全标准其实定到 microamper的等级 因为它其实只要很小的电流 就会诱发那个心室震震 因为这个电流会完全 从心脏通过去 所以可能会有很高的一个风险 ok 那我们刚刚说差很多嘛 给各位大概一个数字好了 我们说皮肤大很多 那这个数字之前有讲过 可能是几百k到mega 那事实上因为跟每一个人 跟你的年龄 跟你皮肤的状态 都有很大的差异 甚至在不同的部位也有很大的差异 所以这个range还算蛮广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它其实都远高于体内的等效阻碳 一般来讲 我们在衡量电信的这个 安全程度的时候呢 我们常常使用的一个假设 就是趋底的部分 fine trunk这个部分 大概是等效阻碳大概是100欧姆 那四肢的部分 不管是哪一个子体 大概是200欧姆这样子 所以以刚刚的那个例子来说 microshock那个例子 从左手进右手出或是反过来这样子的话 它刚好会通过 在体内的部分 会通过两个肢体和一个躯干 所以它串联起来之后的等效阻碳 大概就是500欧姆 体内的部分是500欧姆 那以皮肤的部分呢 就等于是两层皮肤的串联现象这样子 它可能是在几百k到几个mega 不等的这样子的一个等级 此外呢 我们之前讲过我也要能够让我们这个 这个点效阻碳降低 量测的讯号变强 我们要塗一些导电胶嘛 对不对 导电胶在增强导电程度的同时 也会降低皮肤的阻碳 所以让你的讯号变好的同时 也让你比较容易触电 所以这个其实也要很小心 OK 那到底是怎么样的触电呢 通常都是因为在我们说接地的时候没有做好 才会引发触电的现象 一般来说呢 这个设备上面呢 我们通常会把这个 电机壳的部分 也就是人体可能会碰到的部分呢 都要做一个接地的一个动作 OK 所以接地就是像下面这张图一样 它在机壳这个导体的部分 它会通通都连到我们的地线 那所以如果没有连到地线 而有那个漏边的现象的时候 人体一碰到就会有触电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OK 所以这个就是在 这张图的话基本上就是在描述 那个触电的一个状况 那因为它的触电 通常你一个接触点 是你的人去碰这个机器 然后另外一个电流流出一点 就是在你的脚 OK 所以它是属于Microsoft的一个情形 下面这张呢 描述的是Microsoft可能的一个 它可能出现了一个状况 OK 那它后重点的话 可能都是有做一些体内的手术 或者是一些检查这样子的东西 最常见的就是 心导管 OK 因为心导管做出来后 它可能还会连接其他的东西设备 来看一下图定的状况是怎么样子的 那这个意思就是告诉各位说 一般来说呢 我们其实也会做接地的动作 像这样子 在电路之外呢 还会做一个接地的动作 所以万一现在有任何的Lickage Current 就是有任何漏电现象的时候呢 我们说电路会往 电阻的最小的地方下去跑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一下子就看到了地 它就往这个地方走掉 但是如果说今天它这个地方接触不良 把它过段路的话呢 现在最小的电阻反而是沿着电线 沿着这个导线 然后通过了我们的心导管这样子的方向 所以这个地方反而会造成一个MicroShot 这两个状况都是一样 不管今天它是从心导管 通道 皮肤或是皮肤通话心导管 都是一样的状况 所以我们在这个医疗场所的电力设计上面呢 它对于接地的要求就会比较高 因为避免会造成这个触电的现象 所以呢 他们会把这个 一般来讲 我们在这个病房里面 我们会把所有可能会接触到这个接触点 尽量的让他们做等电位的动作 然后再一起去接到地 不能够有那个不等电位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那我们也知道理论上是这样 实际上还是可能会有一些差异 所以我们有定一个标准 以一般照顾的病房来讲的话 是500MV 那如果以家户病房来讲的话 因为里面的病人通常状况比较糟糕 所以这个限制会定的更年级 大概只有在40MV 这个数字代表就是在所有的接地等位线上面 它可以允许的电位差的大小 OK 超过的话呢 它可能就会造成一些不一定的一个状况 这样子 OK 那我们之前讲过 我们通常 呃在面对这种状况比较糟糕的 呃受制者上 我们会有一些隔离的一个措施 呃在电路上会有一些隔离的措施 避免触电的现象 我们下来会看一下 在一般的电路系统里面大概长得像这个样子 我们通常送进来是高压电 我们是转成110或120的式电 我们透过的是电感的一个 哦 变压器的一个转换 OK 哦 用高圈数来这个 控制这个转换的电压是多少 这样子 OK 那所有的设备呢 它基本上都会有一个地线才对 哦 即便在台湾的地区 我们比较没有那么重视地线 但是 呃 其实在医院的设备里面 其实他们一定会保留地线 因为这个还蛮 还蛮重要的 哦 那地线的话呢 一般来说它会把所有的设备 或所有的插头的地线 全部都连结在一起 然后接到地 什么是地呢 不是说接到控制地板就可以了 一般来讲地线的话 其实是需要深入地底下 大概始终是这样子一个scale 那因为我们认为这样子的状况 然后是像那个电流材 可以顺利地倒通出去 不然你今天只是碰到地板的话 可能 这个漏电还是在你这个房间里面倒出弯 所以还是很危险的 哦 一般来说我们也会把它跟 呃 水管 或者是这些水路接触在一起 然后让它能够 比较快速的去进行那个重量的动作 OK 哦 那总是一般是这样子 那我们要隔离的时候 通常它会多加一个东东 就是把 Transformer的两端的这个地线 把它留在一起 OK 所以 万一右边这个地方 就是使用端这个地方 产生了一些 连接不完全的现象 OK 短路的现象的时候 短路的话就是 本来在高电位和低电位之之内 一定会有一些等效电路的效果 来控制这个电流的多管 OK 但是呢 短路就是说呢 它可能跨越了这一个电路之外 跟我们地线做一个连结 高电位跟地线直接做连结 那中间的地方因为缺乏主胖 所以等效电流都会非常非常的强 所以它可能会产生意外 我们刚刚说过 电流越强 它产生意外的机会就会越高 产生的身体效果的结果就会越严重 所以这个时候呢 如果我们把 使用端跟这个 电源端的这个广 地线全部都接在一起的时候呢 那这个地方 我们一发现这个电流过来以后 它可以帮助我们在Transformer的左侧 把这两个位差给缩小 OK 那这边的位差缩小 然后它能够感应的电动性也会减少 OK 所以这样就可以去控制那个 这种漏电的现象 OK 所以 呃 基本上原因就是就是 让那个 这个病患会接触到这些 呃 倒体的表面呢 全部都要保持整电位 所以在病房里面呢 它其实 呃 如果各位有去过那个医院的话 医院的病床 你会发现那个 上面其实有一连串的插头 那边的插头 跟一般在墙上的插头 是不一样的 齁 那边那几个插头 它其实通常来讲 都是专门给医窑 产品使用的 齁 那里面都一定有一个地线 因为它要确保 这些医窑产品的地 都是光顶在一起的 都是接在一起的 齁 不会因为有电位的差别 而造成那个触电的现象 齁 那至于旁边的 像墙壁上面的话 它可能会是 走路一样的系统 OK 它的保护措施 就不会这么的 呃 那个完整这样 所以所有医窑设备的 这个插头 其实都是应该要插在 这个 呃 床头上面的这个位置 它可能不一定在床头 但是一定会有 区有这样子 一个 呃 一些接线 OK 那这些接线 再全部接在一起以后 再跟那个 呃 建筑的整个地线 连接在一起 这样来确保 整体的这个电位 都在一样的 那个基础上面 那此外呢 在仪器设计上面来讲 要避免促电的现象 我们可能会 可以多做一点事情 比如说 在一个设备的表面呢 都用一些 呃 不导电的外壁 或者是有 那个隔绝的作用 这样子的外壁 哦 所以这样子呢 可能在避免这个 呃 电流在那个 在外壁上面这样子 呃流动 OK 或者是说呢 我们可以使用低电位的 一个电路 OK 哦 把工作电位 电位给降低 OK 或者是使用电流的 限流器 然后降低这个 可能会产生了一个 短路的电流 OK 那在新老板的部分呢 我们刚好提到 就是它很 有可能会产生 microsoft 那microsoft 那microsoft的话 往往会有更严重的结果 哦 因此在这个部分的 电线的话 或是导管的话呢 要特别注意 哦 那个绝缘要做得非常好 甚至要做 double inch layer 之类的 要做装层的隔绝 这样才不会 对于那个 人体产生伤害 好 那此外呢 还有一些 放大器的电路之类的 我们都需要做隔离的一个 呃 呃 工作 那这边简单提一下 我们不会 呃 仔细的公布 上面这个只是一个 示意图来告诉你 这个 它是具有 这个放大器是具有 隔离的效应 所以它 永远放大器的那个 是一个三角 嘛 对不对 它中间把它隔绝开来 然后使用一些 电感或者 或者是一些 那个 电流的 接线 填起来 它其实表示的是 它们这两边的 这个工作 电流是没有 直接相连的 那你可能会想说 都是同一个电路啊 不相连的啊 到底要怎么工作啊 OK 当然还是有一些方式 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Transformer OK 用电感 电流感应的方式 那中间这个地方 因为电流感 它不需要 连线在一起 才能够产生感应电流 它只要够靠近就好 OK 所以它中间会有一些 空间上的隔离 好 因此呢 这边的电流 左边的电流运混 跟右边的电流 混在一起 好 这两边的电流 可以隔绝开来 这样子 OK OK 此外还有一些方式 包含像可以使用一些 photo diode OK 光的这些二级体 光电二级体 所以 今天有电源产生的时候 你可能会发出 特殊频率的这些电磁波 那在相对应的部分呢 你可以有一个photo sensor 去感应这些 电磁波的强弱 来决定电流到底是否导通 一样这个地方是用电磁波的传递 所以一样可以做到一个 电流的隔绝 这样子 不用直接接触 那除此之外呢 呃 除了电流 除了这个opo diode 或者是电感之外 你也可以用一些 电容的特性的一些amplify 所以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之前讲过嘛 电容 它其实也不需要 它的结构 最简单的结构 就是两片金属 导板中间隔着绝级 或者是不良的导体 所以它其实不需要 让这些导体彼此连结 也会有电流的传递 所以它使用也是一些 那个 电源的 电流的一个感应的一个原理 OK 那这些东西都可以用来做 嗯 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电流 特权的一个电路 OK 所以你可以把 比较大的电流呢 控制在输入端 然后输入端的电流 可以有效到它降低 最后呢 我们之前有提到 这个GmailRite Lake 我相信各位 它有点点印象 我们说这个电流呢 其实它有一个好处就是 它除了可以避免掉 那个Common Mode 的Current 的Vitmortis 过大以外 它的好处就是 避免人体直接接到地 OK 所以今天当 不小心有那个触电的现象的时候呢 它其实是通过了这个 反向放大器才到地 所以 它可以有效的 也就是可能 所以也是一种 合理的效果 好吧 那我们这个地方 刚才讲到之前 不知道会有什么问题 可以看得出来 我带得很快 因为我想说 我们把一些时间 留到 我们后面一些 其他正经的位置 这样子 所以这个彰写 里面有兴趣的话 各位可以去看 投影院的内容 或是 参考资料方面 我们就比较 没有讲那么多了 OK 好 所以我们 先休息一下好了 等一下 10分钟之后 我们会来 继续下一个小品 谢谢